而新城乡公所为了把回收海洋废弃的垃圾能够再利用 23号并且办理了创意装置艺术研习活动 透过讲师的说明、环保志工 并且制作出了不同的艺术作品 让垃圾也能够更加美观 111年度花林县新城乡公所 缓进行业日实施计划 海洋废弃物创意装置艺术研习活动 并且在新城乡云中文物馆举行 来自相邻20位环保志工取居一堂 讲师并且说明垃圾的源头在减量 才能够减少垃圾的数量 就是塑胶质品为主 什么吸管、塑胶品、宝特品那类东西 那刚刚有提到说渔路往渔去 这个就看地方 如果那个地方像新冰海、很多渔村 那可能就比较多像那种富球的废弃物 那我们都知道环保单位 不管是县市政府的防保权、地方的清洁队 其实是常常如果是靠海边的乡镇 常常会办那种浸汤活动 你有没有参加过? 有,大家有参加过很好吗? 浸汤活动非常好 可以去帮助环境的整理 然后可以健身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我每次去、每次去堆垃圾 为什么? 对嘛! 我们源头没有去控管它 一直制造 你一剪一剪 那还剪不完 所以呢 帷牧海、生态最好的方法 就是从源头 就我们平常的那个垃圾的减量 还不是分类而已 减量 我们就把我们人制造垃圾的剪到最少 然后尽量可以用重复使用的 现在像是合理一台 也陪同现在许甄卫 前往现场向黄博之工们致意 对于延期课程的创意发想 则是相当的肯定 在十三乡镇的我们清洁队 有一些做海费 像我们用浮球 浮球去彩绘 浮球去分割 然后去做很多的很可爱的一些装饰艺术 放在海洋旁 这个海岸旁边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各乡的路口 其实这就是一个很棒的装饰艺术 今天来讲合理代表的是 现在像沿岸沙滩 都有很多海洋被丢弃的垃圾 为了让垃圾能够更加有生命力 这次邀请蒋师来为环保之工 制作装饰艺术作品 希望大家能够发挥创意 把环保爱地球的理念能够传扬下去 记得终于先回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